毛巾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 无论是洗脸还是洗澡 甚至是擦手都会使用毛巾 事实上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看似干净的毛巾 实际上可能是细菌资深的温床 专家指出 如果毛巾没有适当的清洗和晾干 会很容易繁殖各种细菌 真菌和其他微生物 在台湾的话 相关的这些毛巾疫情的问题 可能要更特别重视 因为小朋友又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小朋友他使用上 他甚至可能 尤其使用上就随手会拿来用 用完以后他可能就随便丢 所以他比较不会像大人一样能够归位 所以小朋友的毛巾疫情的使用上 有可能他更换上或是清洁上 需要更频繁一点 毛巾或疫情在擦拭使用后 会沾染人体的皮血油脂或汗液 如果没有定期清洗 或是放在潮湿的环境 久远会滋生病菌 除了会产生EO以外 也会增加皮肤感染的风险 对于免疫缺损的人 也需要更频繁地清洗毛巾 以免接触到可能留在 预心上的病原体后 可能容易导致感染 如果有任何开放性的伤口 割伤或是皮肤感染 也要频繁地清洗毛巾 或使用新毛巾 可能减少伤口与其间的感染风险 台湾这个环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温暖 比较潮湿的一个环境 所以当毛巾身上沾染了这些东西之后 时间一久 再加上这个潮湿闷热的环境 就很容易滋生细菌跟霉菌 成为细菌跟霉菌生长的温床 那久了就慢慢会飘出异味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 人体皮肤每平方英寸 大约有1900万个皮肤细胞 650个汗线 所以当我们洗完澡 用浴巾擦干身体时 一些死掉的皮肤细胞 汗水及油脂 就有可能残留在毛巾上 刚好提供细菌及霉菌滋长的来源 2021年一项小型研究中 对大学生使用的50条毛巾 进行了微生物分析 发现所有样本中都存在大肠杆菌 而残留细菌或霉菌 除了会产生异味 反复擦在身体上 也可能将毛巾上的微生物 转移到皮肤上 这些病原体也可能会引起感染或生病 尤其是皮肤敏感 或是已经有皮肤病的人 容易导致湿疹 霉菌感染如香港角或指甲等等 那为了避免郁菌 成为细菌和霉菌的温床呢 每次使用后呢 能够将浴菌完全的晾干 那最好是摊开风干 或是拿到室外晒太阳 要避免跟其他人共用浴菌 以防止细菌和霉菌的传播 那对于小毛巾呢 则建议每二到三个月呢 就更换一条新毛巾 那至于浴菌呢 则建议六个月到一年 就更换一条新的浴菌 避免将湿毛巾丢进洗衣栏 因为是毛巾中的湿气 可能会增加霉菌的生长 那洗完后呢 不要久放在洗衣精中 尽快挂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摊开晾干来防止霉菌的生长 使用摄氏六十度以上 高温度的下来洗涤毛巾呢 可以有助于杀死霉菌 以大人的使用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一个礼拜 毛巾已经也许一个礼拜 需要至少洗个两次啦 而且会建议大概至少 有一次去拿去外面晒太阳 因为太阳还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 所以而且它可以让它干燥 因为我们的霉菌 如果在里面一直长的话 其实对我们的整个身体 都会不太好 那我想这主要是因为 台湾我们的房屋内的 一些有几乎太多 所以一旦潮湿以后 这些续菌的滋生 可能都会比国外来得更严重 医师提醒 因养成良好的毛巾清洗 和保养习惯 定期更换毛巾 避免多人共用毛巾 才能确保毛巾卫生 减少细菌感染的风险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